树花改工程处进行台九线大雨道玉璃段玉星桥道路拖宽工程 今年3月才刚完成玉璃梁的吊挂 就碰上了0323花莲静海6.6的强震 32根的玉璃梁崩裂全毁 工程单位调整重新施作 重新吊挂完成不到3天又碰上918强震 4根玉璃梁又被震垮了 树花工程处和厂商真的是玉库无泪 0323玉星桥32根才刚吊挂完成的玉璃梁 在一阵天摇地洞全树被震垮 当时惊悚画面大众还记忆犹新 苏花改工程处与施工厂商重整旗鼓 9月14号开始重新吊挂 由于作业顺利也提前完成 不料9月18号下午突如其来 规模6.8的强震又再度传出这爱情 一年来两次 隔三天地震就来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也是全部都弄好放置上去 对然后都锁了 然后还是遇到强震 玉心桥桥梁中区段东侧的四根玉璃梁 被震垮掉落在河窗上 苏花改工程处表示 还有看不见的损坏灾情 施工厂商结构技师也都进一步勘察 没下来的还不确定没问题 因为它还是有移动 它还是有移动 后续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有十几根 有移动 有12根有移动 对有位移 所以还是会请祭司工会的祭司来做判断以后 才能确定这个梁 后续可不可以用 如果是可以用 我们就会再用吊车来把它吊回去原来的位置 就把它互卫 因为它现在可能捧个几公分再把它吊回去 玉心桥真的是沉野地震败野地震吗 今年两次规模超过六以上的地震 碰巧都是在玉璃梁吊挂作业完成后发生 让苏花改工程处与施工厂商错不及防 只能欲哭无泪自认倒霉 而上一次的地震灾损将仅5000多万元 而这一次则经过检讨并施于积极防震作为 碰上规模6.8的强震破坏威力 仅有4根玉璃梁被震垮12根位移的灾情 就大概要75天了 75天了两个半月了 苏花改工程处段长陈吉顺盖估损失金额 将仅4到500万元上下 并且在后检修作业也得花上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 记者是越南玉璃阵采访报道